在COVID-19的這個用藥的部分 其實最好就是你一知道確診 你就馬上可以吃藥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買快篩都要等 然後你可能自己篩了陽性之後 我去PCR 我還要再等 我的朋友他就是昨天 他已經自己篩陽了 但是醫生說 醫院告訴他今天已經爆滿 你不能來 他叫他今天去 於是他8點起床 馬上去排隊 又排了三個小時 兩天就這樣過去了 好 請問我們現在這個狀況 怎麼能夠保證我們確診的民眾 政府買了這麼多藥 確診當下沒有辦法 及時的拿到藥物 我們自己也沒辦法判斷 我會不會就是輕症 還是我可能會輕症轉重症 我們想請王仁賢理事長 幫我們來評論一下 我們現在發藥的政策的部分 因為他這個東西 當然我們所有抗病毒的藥物 基本上都是在輕症有用 因為病人在輕症的時候 他原則上他是一個病毒病 但是到重症的時候 他是個免疫病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 檯面上所有的抗病毒藥物 原則上都要在輕症 轉重症的時候用是最有效的 那當然你用的早一點 當然是更有效 不過那要看你的量 我們台灣就是因為買這個藥 買的慢了 所以量本來就很早 所以指揮中心他也不敢放 你知道他一放下去的話 就馬上又變成那個什麼 那個缺貨的樣子了 一下缺下去以後 那到時候真的要 輕症轉重症的人 他真的是沒有辦法有藥物 可是問題是他現在 輕症轉重症 他是最適合用藥的一個 一個適應針的時候 他一直都沒有建立這樣的東西 那你看還讓我們看到很多人 就是因為他沒有用藥 這變成轉到的重症 轉到的重症就死掉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他自己一直沒把這個適應針 給抓出來 然後沒把這個藥給在該給的人 然後一直hold在那邊 等他研議適應針到底要怎麼給的時候 在這個研議的當中 他就死掉了很多人 所以他現在被逼急了以後 他要把他放出去 其實我對這個藥放出去以後 我是非常不樂觀的 一放出去以後 我跟你講 一兩天整個藥就全部光掉了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會死更多的人 所以我建議他應該指揮中心 應該早點研議出 我在什麼情況下要給這個藥 把他那個搞清楚以後 然後在那個檢就能夠真正給到人 那這樣子才能夠拿到 這個讓最該拿到藥的人 拿到這個藥物 才能夠減低死亡 否則我們光看這個死亡率 我就知道這個藥根本就沒有 沒有達到他的一個 該執行的一個任務 王日賢理事長講得非常好 等於是我們政府花大錢幫我們買了藥 但是這個藥沒有在最適當的時候 給需要的人吃 女大生 你知道他爸媽前幾天 過了一個非常著急的這一個禮拜 小朋友確診了 差點斷催餓死 這是有可能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非常的遵照指揮中心的話 就是你知道有的人可能 我在猜 你可能 你會不會點外賣 然後會不會開門去拿 有沒有符合這個防疫的規定 你知道有的是老舊公寓 我只有一樓 可能你那個門領還按不開的 必須要有人下去開的 有這種公寓 請問你住樓上的人你確診 誰來幫你送食物 如果你沒有親朋好友 就在你身邊的話 還好江啟臣 陳情之後來里長來 煮了米苔木放雞腿 有人去幫忙了 這都是民間 這都是地方 然後陳時中聽了之後 冷回 學生要會照顧自己 這麼 這麼樣的冷血 這麼樣的高官 這句話真的讓大家聽了感嘆 他這樣子講 意思就是說我們租屋處 或是在外的學生 如果自己孤身一人 最好趁現在還沒確診 去買一些泡麵 囤在家裡面 就是只能自救 因為我覺得說像陳時中 他目前 現在急診室 我聽到很多護理師朋友 都說現在疫病關係非常緊張 那有一部分就是政府害的 為什麼 是因為現在好像乖乖遵守 政府這個防疫的指南 的人都是笨蛋 然後反而你用情緒勒索 你抱著孩子說 他現在發高超 他就必須要去救的人 才可以得到一些妥事的照顧 就像我們過去也發生很多 在急診室外面乾等 然後醫生說 依照指南你就是要排隊 最後發生了很多的悲劇 那都是現在我們看到 比較僵化的防疫中心的指引 做出來這個悲劇 所以為什麼現在 疫病關係會非常緊張 就包含說 我必須要情緒勒索 或是我也不遵照指南 反正現在就是 我的命最大 我孩子的命最大 我就是直接拖進去急診室 然後叫醫生幫我處理 我也不乖乖排隊 因為我不知道 排隊會不會哪一天 我孩子就上新聞 就變成說 又因為冷血僵化的指南 變成說我變成一個犧牲的對象 這個大學生 當然也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很建議 目前為什麼我們會出現 這種種種僵化的指引 跟我們的防疫規定 陳時中說他有了快篩幹嘛去排隊 其實就是完全的 沒有辦法去親自的去理解說 我們人民遇到的底層怎樣的痛苦 為什麼要去排隊 然後排隊排多少 數字到最後我竟然還領不到 就白白忙了這一兩個小時 結果快篩發完了我們領不到 我覺得像昨天 今天還是昨天 是蔡英文她去參加元宇宙 就帶著這個東西 我覺得你們這些官 如果真的那麼想要坐在冷氣房裡面 想一些指引 我覺得元宇宙既然它這個城市 發明出來 其實它要有一些 對我們社會有公益 有辦法造福 唐鳳那麼厲害 是不是可以讓陳時中 在辦公室裡面 你想要吹冷氣 可以 你坐在辦公室裡面 元宇宙的那個眼罩戴著 你去現場體驗 你花一兩個小時去看看 我們如果真實的世界裡面 一般的民眾 一般的基層 要在那邊排隊 或者是上班族要請假 或者是翹班去領快篩的時候 這個是多難堪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為什麼會有斷吹 差點餓死還要請里長幫忙 去煮雞腿 煮迷苔木的狀況 陳時中以及他坐在冷氣房裡面 就想出來這些SOP的這些幕僚 要負最大的責任 你們如果真的想要坐在冷氣房 你請他們開發一個 元宇宙的儀器好不好 就是拜託去看一下 你可以坐著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到底我們大家怎麼防疫 或者是大家手上抱著 我一個已經確診的 這個嬰孩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做急診室 做最好的處置 這個防疫要怎麼去落實 我覺得防疫不外乎 還是要有一些理性跟人情 當一個人真的是急了 父母急了 他在急診室裡面 為了自己的孩子 去捍衛他自己孩子的權益 我們也不能說他有錯 但是我們大家都當然是想說 我們在一個社會裡面 如果有一個彈性的指引 告訴我們父母該怎麼去做 這是最好的 不然難道要像這個大學生一樣 然後遵守你政府的防疫指引 還被你忍回說 那你就不會照顧自己 你好好照顧自己 不就好了嗎 那不就代表說 你要自生自滅 還是平常在家裡 有一些餅乾 有一些泡麵 你就反正確診關七天 你就這段時間 你就照顧自己就好了嗎 說出來那麼人寫的話 就是小編治國 以及坐在冷氣房裡面 治國的下場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生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